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大义除六兄之后 元气大伤 却又突然传出有恶兽四处识人 依其地遂命风鸣君出征 若桑塔并不喜欢宫廷内的生活 便自请随君 而我们就是在一场围猎中初次相见 若桑塔与一般的神无不同 是个如同烈焰般张扬而美丽的女子 我顿入牢山时 风鸣君也以马困兵发 他竟不供自身安危 独自入山寻我 期间我与他交手多次 渐渐被他所吸引 后来 就如同我故事所说 他发现我并非识人真凶 但又无法说服你祖宫回帝都 于是便与风鸣君一起留下建村 而我则以人形之子 跟着他一起融入了凡人的生活 可惜 无贤之血注定造药 我俩还没有足够时间相伴 他便离开人世了